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剛剛三重OK之後啦 那全省的話,這個就有點難了 不過我們其實可以拿剛剛的這個合併的部分 程式碼拿來參考 主要是需要把什麼? 把這邊三重有沒有 三重點TST 這個改成串列裡面取得 因為等於是把那個OS.work 直接裡面的那個清單放到這邊去抓其他的 但是可能比較複雜的地方就是說 原來的地方已經是有一個回圈了 那合併的部分有兩個回圈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會有三個回圈 三個回圈的話,你要記得它的位置不要放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回圈本身 這邊有個歷史一啦 那我們剛剛寫的程式裡面 這邊也是歷史一 所以回圈裡面 如果名稱一樣,那不對 所以我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回圈先改成叫歷史二 比較不會處處 改個名稱 這個叫歷史二 反正歷史 這個部分我建議是先把它改名稱 然後呢,再來把剛剛的那個 程式把它放上來 那怎麼放上來呢 我是建議放在這裡啦 不過說牌可能待會再改 那怎麼改 第一個 直接把這個回圈 這個for回圈是取得這個 目錄裡面的所有資料 然後呢,再把底下這邊讀取的程式把它打 就是這兩個 其實這個中間這個 因為不需要串接嘛 所以主要是這兩行 把這兩行怎麼樣? Ctrl C OK,然後放哪裡呢? 放在這個程式的上方 貼上 Ctrl V 貼上 好 那首先把這個把它delete掉啦 這個 因為這個 我不需要串接嘛 所以這個把 主要是這兩行啦 好 那接下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縮排 因為這邊有一個for 這邊有一個for 所以再來底下的東西 記得要讓它往下 因為有兩個for 所以要兩個縮排 所以按兩下 Tab 一下 兩下 這樣的話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它 這個空排行把它拿掉 OK 不過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錯誤訊息 這個錯誤訊息的話呢 為什麼會錯? 它跟你講說 它不知道這個沒有定義的OS 所以喔 因為OS它看不懂 那為什麼看不懂呢? 因為你這邊沒有import 所以記得喔 在上方呢 記得要什麼? import 有沒有 OS 這樣OK了 然後呢 importOS之後的話 OS.work 這樣就可以了 那再來 基本上應該就完成了 不過我建議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先不要去save 你也不要append 所以可以把2跟3 先把它關掉 Ctrl 接下來的話 等到確認之後呢 再把2跟3打開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這樣可能會容易有bug 我們先確認一件事 就是你print出來的話 假如是一個一個的串列 那理論上應該是對的 有沒有? 串列是紅瓜阿虎嘛 像剛剛一樣的狀態 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耶 對 這個應該都沒錯 一個一個的串 一個一個的串列 那如果一個的串列 OK之後的話 那底下應該就OK 所以再把這邊 Ctrl-1 打開 然後就把它寫入並存檔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寫入並且存檔 把這個空白行 好 執行一下 OK的 然後呢 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有沒有OK 把它寫到這邊 o.xlsx 打開看一下 沒錯 寬度調一下 總共的話 你就是A1Ctrl向下 1315 就應該是正確的 應該沒錯 1315 所以你們等一下看一下是不是1315 如果1315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對的 如果數量跟不一樣的話 可能就是 應該是有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那我大概重點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有把剛剛的程式 那個開三重點TAT 應該delete掉 改成加上 這邊記得反斜線一個 這邊一定要兩個 加上這個list 接著 裡面的檔名 就是中瓜阿虎裡面的I 檔名跟副檔名 就是用這樣的表示 然後串在後面之後 再去開檔 這樣應該才對 再執行一下 高雄沒錯 這應該又跑了 再來就是把這個打開 看一下結果 三重 淡水 新莊 看起來沒錯 Ctrl向下 11 1315 也是一樣 那沒錯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最後我寫完的程式 一樣 我也會把這個程式 一樣就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這個地方 跟各位講 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把上面這兩行貼上來 所以其實我第一個是先貼這個 這個是第一個 step 第二個的話一定要 import OS 第二個 然後這邊要改 這個要改 這個就是第三個 但是在改這個之前 一二三之前 我有先把底下的 這個 底下這個的 list 一一改成 因為原來名稱跟上面一樣 所以我把它改成 list 二 總共有四個 list 要把它改正確 這樣就OK 名稱不能一樣 不然一樣的話一定會造成錯誤 為什麼 因為它光跑 你下面給它覆蓋過去 上面一樣 下面一樣 那這樣就會出錯 所以基本上 我是先把 底下的 串列名稱 分別 改成第十二 然後呢 再加上 它的 這個所謂的那個什麼 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 指的是 你的檔名的回圈 然後再加上OS 還有就是 修改它的檔名 其他就OK了 其實看起來沒什麼啦 不過 至於細節啦 因為說真的 沒有太多時間 你們現在也許 沒辦法馬上離 或者沒辦法馬上做出來 沒關係啦 我影片會再寄給大家 回去的話 你自己再做一下 我是建議 你可以先拿我的程式 跑跑看 跑完之後 把它 delete掉 重新再來過一遍 當然不一定 全部都要自己重打 像我這一段 是用貼過來的 如果有的貼 你可以直接貼 是沒關係 但你要知道貼了之後 對 剛剛我按了兩下TAB 有沒有 兩下TAB 為什麼兩下 一個TAB 就是一個FORWAY圈 兩個TAB 就是兩個FORWAY圈 這個是非常 很容易做錯的 雖然動作沒什麼 但是跟各位講 如果以後你都可以 很順的可以把這些 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以後程式再怎麼複雜 其實也就是萬變不離其中啦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只是 說難嗎? 其實好像也不難 但說簡單嗎? 好像也沒有那麼簡單 不過啦 至少它目前還是一個專業技能 因為會寫程式總是吃香一點 總比不會寫程式的人 我覺得在很多地方上 還是佔有很大的優勢啦 對 我覺得 真的 我自己是覺得 很多地方真的是需要把它改成 用程式來解決問題 OK 試試看好了 1 2 3 4